大家好,欢迎来到慢慢谈理财频道 今天我们解读一下新鲜出炉的美团财报 美团已经早已不是那个直送外卖的公司了 作为本地生活的龙头,美团的产品和服务 已经覆盖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020年由于疫情,对美团这样的公司是个特殊的年头 国内1月底2月份,饭馆和各种门店大都关门 导致本地服务收入受重挫 国内出行旅游直到4-5月份才开始恢复 酒店旅游业务也基本高厅 但随着国内疫情受控后,整体经济好转 美团的各项业务也迅速反弹 2020年的市场预期也变得热起来 股价从去年3月底的不到100港币到现在的300出头 这还是经历了过去两个月的调整 今年2月出现的盘中最高点 美团的股价高达460港币 也让它成为市值排在腾讯阿里后第三大中国科技公司 2020年四季度收入人民币379亿多 同比增长34.7% 经营亏损是28.5亿 净亏损是22亿 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油营转亏 经调整后的EBITDA是-5.9亿 经调整后的亏损是14.3亿 全年来看2020年总收入接近人民币1148亿 同比增长17.7% 这个数字没有30%到50%那么好看 但在2020年疫情的阴影下实属不易 美团也终于突破了千亿收入 还记得那篇万亿美团的文章吗 公司好像在往那个方向大踏步的前进呢 经营利润是43.3亿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1.6% 净利润是47亿多 与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倍还多 这就是规模化效应开始发力 早年不看好送餐 商业模式和Unit Economics的人们 是没有预想到 美团能有这么大的体量 产生规模化效应可以盈利 经调整后的EBITDA是47.7亿 经调整后的净利润是31.2亿 后面这两项数据 同比下降了30%多 我们看看每个业务全年的收入 外卖是人民币662亿多 同比增长20.8% 到店和酒旅业务是212亿多 同比下降4.6% 这主要是疫情的影响 新业务及其他收入近273亿 同比增长33.6% 各个业务的经营利润 最亮眼的是外卖 达到28亿比19年翻了一倍 到店和酒旅与去年相比有所 小幅下降是近82亿 新业务还在亏损中 公司总经营利润 在2020年是43.3亿 同比增长61.6% 关于盈利在过去几年的趋势 找到了一张老图 虽然是一年前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数据 美团是2019年第二季度 第一次实现季度净盈利 可以看出它的规模化效应 逐渐显现出来 来看经营数据 交易用户就是你我点卖卖的用户 还有到店酒旅的用户等等 达到5.1亿 同比增长13.3% 博业商家数量是680万 同比增长10.1% 交易用户数一直在稳定的增长 可以看这个历史数据的图 从18年至今 每年的增长5000万到1亿 这个范围 未来可期啊 每个交易用户 平均每年的交易比数 是28.1次 同比增长2.5% 你超过这个平均值了吗 全国的外卖交易金额 4888.5亿 同比增长25% 交易比数是100亿还多 同比增长16.3% 我们用这个数据相除 看看平均单价 得到48.175元 这个数字在2019年是45元 也就是说 平均每单我们在美团点外卖 又上涨了3块多 我们再做一个小计算 用外卖收入662亿 除以外卖交易金额 4888.5亿 得到13.56% 也就是说 美团在外卖上 平均有13.56%的变现率 转化为自己的收入 国内酒店兼业量是3.5亿 同比下降9.7% 就说外卖业务 美团的体量 到底是多大呢 或者说 咱们国内的市场是多大呢 我们看看 几个国外的外卖平台数据 做对比 Uber Eats 是美国最大的送餐平台 除了北美市场 也在其他国家有外卖业务 是Uber Ubu这家公司的重要一部分 2020年的收入是48亿美金 按照目前的汇率 折合人民币312亿 美团的外卖收入人民币662亿多 使Uber Eats的两倍还多 要知道 美团不到14%的take rate 从交易金额转化为收入 Uber Eats take rates 高达20%到30% 而且至今未实现盈利 全球用户数区区6600万 这已经让Uber Eats 成为全球 除了中国市场以外 最大的外卖送餐平台 可以看看这张图 在收入上 美团把国外这些外卖公司 远远甩在后面 因为中国的人口 和市场体量很庞大呀 除了Uber Eats 按收入算 第二大的是英国的Just Eat 主要服务英国和欧洲市场 继续来看美团的财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现金和现金等价物171亿 关于外卖 财报提到 全年来看 交易比数同比大幅上升 日平均交易比数 同比增长16%至2770万 第四季度的平均日均交易比数 达到3620万 还提到了我们之前计算过的数字 外卖订单的平均价值 同比增长7% 至人民币48块2毛 变现率是13.6% 外卖业务的经营利润 升至4.3% 财报写到 在提高了效率 优化了平台服务后 供需两端在2020年 均进入了新的增长阶段 大部分新用户 来自于三线以下城市 会员制度提升了 用户的交易频次 月均会员数量 比去年提升两倍多 在商家端 平台加强了数字化运营 平台上的餐厅质量 大幅增加 这里还提到了配送环节 这个外卖业务关键的一环 截至2020年末 美团有950万外卖骑手 为平台送餐 有230万来自贫困地区 作为一枚懒惰的外卖点餐者 给外卖小哥们鞠躬点赞 感谢你们风雨无阻的奔波 关于到店和酒旅业务 虽然收入有所减少 这部分经营利润保持在较高水平 利润率还有微微上涨 我们提到了美团的业务 触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里我们看到疫情得到控制后 多个新类别的服务受到消费者青睐 比如汽车服务 其他保持高增长势头的业务 包括医美 医疗宠物护理等等 在酒店业务上 最值得关注的是 高星级酒店预定的比例 在第四季度占比超过15% 五星级酒店的兼业量 同比增长110% 作为平台 高价的酒店预定 会让美团的收入和盈利更多 关于新业务 财报讲到 公司发展投资 具有长期增长潜力 并且符合 Food Plus Platform的策略 重点来了 社区电商新业务美团优选 已经在2000多个城市推广 覆盖了全国90%的视线 公司建立强大的供应链 和次日配送能力 让美团的业务 能够渗透到 更偏远的农村地区 并且获取大量新用户 大家可能记得 在拼多多的财报分析视频里 拼多多也提到了 未来在农村市场 发力的发展方向 农村除了有广大的新市场 美团和拼多多 这种大平台的入场 也增加了农产品 直接采购的可行性 降低中间成本 使得农村和城市的消费者 都可以从中受益 享受更低廉的价格 除了优选 新业务还包括 美团闪购和美团买菜 这些新业务 目前都在稍贤阶段 但是在增速发展中 在2021年前景讨论中 美团强调了 社区电商的重要性 公司也明确表示 会在2021年持续投入 可能会造成盈利的影响 在未来几个季度出现经营亏损 美团兼持长期主义 而非关注短期利润 我们下面看看成本及开支 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销售成本占比75% 最高 这部分开支上涨 主要是由于订单量增加 带来的外卖骑手成本增加 还有发展新业务的成本开支增加 销售及营销占比20% 研发开支占比8.6% 一般级行政开支占比5% 财报还有一些四季度环比的具体分析 和全年更细致的数据对比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品读 美团是在周五香港交易结束后发售的财报 所以周一才能看到这次财报 对股价的短期影响 周五3月26日 股票是大涨了5%以上 不过今年2月份开始的成长股回调 使美团的股价也受到重挫 最近才开始回暖 希望今天我们对美团的财报解读 对你有帮助 虽然我从上市就开始关注美团 但看到这些数据 深入了解美团的体量和规模化 还是感到很震撼的 美团未来会是个万亿收入的公司吗 会在五年内还是十年内实现呢 我们都有不同的思考 感谢你收看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订阅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